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昭旭说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面对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人类何去何从 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倡议和举措 对于提振全球抗疫信心 推进全球抗疫合作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他继续说 中国一向言必行 行必果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宣布的举措 都在积极落实当中 中国将提供20亿美元的援助 这里既包括提供防疫物资 也包括支持有关国家 疫后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 中国向世卫组织分两批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现贿援助 我们还向疫苗免疫联盟等国际组织提供捐献 中国还积极参与并落实20个集团 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 已经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 关于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正在加紧建立 他还说 经过这场疫情 中国的朋友更铁了 朋友圈更大了 2月10日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8届会议上 77国集团主席贵亚纳常驻联合国代表坦帕表示 77国集团全力支持中国政府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的全面努力 积极肯定中方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 之后4月3日 77国集团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国际组织为抗击新冠疫情解除对所有发展中国家 所采取的单方面胁迫性经济措施 然后是中国驻非盟使团经济商务处 4月14日 在中国商务部网站发文称 20年来 中国是非洲的主要债权国 任何债务减免协议都会导致中国首当其冲遭受巨额损失 不过在当前形势下 作为G20协议有望达成的一部分 中国很可能会同意暂时冻结非洲国家的债务偿还 然后是4月15号的G20峰会 非洲一些国家已经提出了减免要求 马克龙于是在G20峰会上提出集体减免 并得到各国的支持 G20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 4月15号电话会议后发布的公报中 同意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提供临时债务救济 5月1日开始暂停债务偿还 并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 有76个国家符合暂停偿还债务的条件 其中包括40个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 涉及偿还款项高达200亿美元 G20国家月占全球GDP的85% 这个集团有些国家是贫穷国家最大的政府债权人 最主要的是中国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大量贷款 世界银行上月估计 最贫穷国家今年要向政府和其他官方债权人 还本付息约140亿美元 还要偿还银行和其他私人债权人数百亿美元 在减免债务以后 4月21日 77国集团和中国发表联合声明 赞赏国际卫生组织WHO 在抗击新冠疫情当中发挥领导作用 以上是中国减免非洲债务的全过程 可以看出 中国与77国集团有结成新的发展中国家联盟的趋势 有网友为中国的大气慷慨 点赞较好 但也有网民质疑 中国本身疫情严重 为何此时还要宣布救济疫情并不严重的非洲 如果不减免债务 是否77国就不会力挺中国和世卫 而中国政府与其疫情扩大以后 大力援助其他国家 为什么不在疫情早期及早防范 及时公布所有信息 这样就算后期大流行 至少别人也没有理由指责中国 这样靠减免债务换取支持 是否只是权益之计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